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讲一个人 很久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就是吴某凡 吴某凡是什么人 真是很久没有听过 真是很久了 上一次我做他的节目 好像是他在欲中国的生日 说他生日的 好像是吃土 还是什么料之类 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 因为他是卡拉大籍 所以生日好像没有 在中国籍的待遇好 这也是网传的 不知真是假 不过有件事是真的 就是这位吴某凡 加拿大籍的华人 亦是男星 遭到知名网红 刀尾触爆料 当时相当轰动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饮大两杯就霸王硬上攻 当然 亦都说他是选非 还有一个最搞笑的 就是牙签的反义词 因为他说自己是牙签的反义词 即是第三只脚很粗壮 结果 当然 被人笑他 牙签五下 这个也挺麻烦的 这件事是牙起我们在年尾时 很多茶余饭后的热华 早过王力宏事件 对了 所以令到他瞬间 人气暴跌 亦遭到警方的逮捕 没想到 大家以为 事件就以这个 刀尾触提供的资料是真 大家都以为是真 所以觉得这位吴某凡是罪有应得的 不过这样 近日 有人 出来爆料 而且说 刀尾触私下 不是这么说 亦是有一个 录音档案 刀尾触说什么呢 其实自己是没有证据的 只是想吓吴某凡才这么说 哇 这么糟糕啊 是的 那你会不会是假口供 如果这样 是的 吴某凡被你捋得惨 如果你说的是刀尾刀 可能吴某凡对一些人做不好的事情 就不一定只有他一个 我想警方 逮捕他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因为也有 指吴某凡刀他 就有 热草 还有 喜欢胡椒粉 所以 现在 都是罗生闻来的 当然了 近日爆料的 刀尾触私下的录音档 令到本尼支持他的粉丝 开始倒戈了 开始骂他了 嗯 另外也有指 去年 吴某凡除了霸王硬上弓之外 也都是 利用自己的职权 就以 选 这个 叫做 一些 演示作品的女主角 结果就变了选妃 最后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令粉丝相当震惊 所以自从吴某凡之后 我们也说过了 这个小猪 其实 小猪貌似 最规矩 当然小猪也是不对的 但是小猪 小猪是多人运动的 起码是没有涉及违法的 起码是没有涉及违法的 虽然吴某凡当时 第一时间就跳出来否认 并且透过律师发出声明 但是 之后 仍然遭到警方 以什么交易 还有胡椒粉 等等 罢黄硬上攻 等等的罪名 九项罪名 就将他拘捕 吴某凡 现在当然还在里面坐着 事业 一落千丈 简直是没有了事业 没有了事业 成为了人人喊蛋的 过街老鼠 谁知道 日前网上就传出一名疑似 为吴某凡平反的人事 出面爆料 原来刀美竹试下 是有一个 对话的录音 在录音档案当中 刀美竹居然表示 我从来都跟他没有什么过 另外亦都说 其实我手上所谓的证据 都没有什么实在证据 而且我吓吓他 甚至打念自己 先前 本来就说 不想要钱 不想要钱 不像 这个音频就说 是很想要钱的 令到当时声援 都美竹的一群人士 发现他 说大话 就跟他反面 包括一群支持他的粉丝 等等 这个流出来的 声音档 未必是真的 我们看看 都美竹 媒体就说 他封锁了很多好友和粉丝 即是封锁了他们 这个录音档案 虽然是经过 剪接的 是有剪接过的 但是卖出之后 依然令到 很多的粉丝 感觉到 我们被人骗了 不过你剪接过 会不会 之前是有些 说其他东西 或是 前序的东西 不完全是说这件事 是你不知道 亦有媒体就说 很多粉丝就向媒体 吐炒 即是投诉 之前原来 大家都觉得 吴亦凡 吴亦凡是坏人 但是 后来就觉得 原来你是骗人的 亦有人说 你这样是不是 硬硬地老屈他 如果你硬硬老屈他 其实是 比假的口供 是认识来的 是的 亦有人说 这个女生的心机 真的很重 很可怕 老实说 其实我一直觉得 他也是不简单的人 我觉得他也不是 简单人 不过 亦有部分网友 认为 吴亦凡 虽然是 没有犯下霸王硬想功的 这件事 但是其他东西 都足够 挫他 都要他 在里面 够洗干净 过8月15 现在 在里面 所以 为什么 将他 关了那么久 不是无道理的 目前有关吴德凡的消息 在微博上全面封锁 但事件依然在网络上 是发酵的 我们看到 吴德凡 也是 我觉得他 他有9条 罪 你说他是不是 条条犯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 应该是犯了一些 不然也不用扣留他那么久 如果刀美竹这个声音党是真实的 顶碰也是去了两三条 还有六七条在等你 没错 没错 另外 吴德凡 猜不到 原来 32岁 差不多 广东省广州市出生 加拿大籍的 流行歌手 之前 应该说是前流行歌手 还有影视演员 音乐创作人 2021年7月31日 经警方调查 吴德凡涉嫌刚才我所说的罪名 最主要就是霸王硬上弓 被潮扬 公安分局 依法刑事拘留 最搞笑的大家都说 潮扬 群众真的很厉害 因为之前很多事情都是 李某迪 李某迪好像大哥的儿子也是 这么厉害 对呀大哥的儿子好像也是 就是这个 杭祖明 他改过很多次名 以前又叫陈祖明 另外8月10日 去年 洛斯就证实 吴某凡 涉嫌在洛杉矶 都是做同一样的 就是霸王 想攻人家 所以8月16日 北京市 潮阳区人民检察院 经过依法的审查 对嫌疑人 吴某凡涉嫌霸王硬上弓 等等的罪名 拘捕他 可能对 刀美竹没有做过什么 但是惑许他对其他人有 否则也会拘捕那么久 吴某凡 我觉得他 挺有才华 因为他之前是去南韩 做天团 其实他在韩文说得挺好 可惜不自外 可惜 不自外 他在广州市第七中学 读初三 之后 挺厉害的 他 做过篮球队长 所以他很高 他好像有1.88 或1.89 亦有参加少年 NBA 中国初中篮球联赛 之后他就回到加拿大 因为父母离意 当时就说 吴某凡的母亲 对他相当重用 就造成了今天 是他 这个没人知道是不是 因为你进入了一位 我个人都踩了脚 你几十岁人 还拿母亲来做挡箭牌 自己也要负负责 别人说他是孟宝 孟宝 即是 行脚仔 用广东话 他就在加拿大 温斯顿着氏 说邱吉尔中学 就读 2007年 读高尔的吴某凡就参加了 韩国SM 娱乐有限公司 全球选手 成为了 练习生 2011年 吴某凡就出演 赵女时代 中国 台湾 演唱会站的 影像VCR 到了12年 2月16号就成为了 男子组合 二亿数 的 成员 正式出道了 更加是 SM的 队长 后来 2014年 5月15号 吴某凡就正式向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出 拯救判决和这间公司的 合同 是个专属合同 是无效的 希望可以解药 吴某凡之前也很厉害 他这么小年纪 在 2014年12月1日 已经在上海 杜沙夫人 纳杖馆有个帐 现在是否拔走呢 不知道 有没有住在上海的 网友告诉我们 2018年4月24日 和环球 音乐集团 签订了全球唱片合约 也挺厉害的 现在当然 应该 我觉得 有点难度 他想翻新的难度 相当大 和他解药的有什么公司 真是响当当 因为 样子长得相当 帅 很英俊 而且他是纯天然 因为他小过几岁的样子 和现在是一样 和他解药有什么呢 就是LV 很大 还有 烂购 另外 这个 保格丽 亦是 没了 他 14个代言 对不起 全军服务 包括 横输 寒促 良品 铺子 立白洗意粉 现在洗 也不能漂白 还有 保时捷 欧莱雅 这些都是 顶级牌子 没了 没了 现在没了 因为他 英文也很好 所以他真的是 比较国际化 这个不浪犯 有识韩文 广东话也识 普通话也识 实际上 他本来 都是 当然他有些时候 都挺 7 好像 Fistdell 这个我觉得 都是得淡笑的 被人笑 亦有人说他不够格 想这些节目做评委 这个不要紧 Anyway 这个大家观点的角度不同 但是他真的是 犯了事 所以我觉得 现在 如果刀小姐 这个音频是真的话 当然 不知道吴偶凡会放出来 但是 会不会当时 搞得吴偶凡一副都是 现在也是一副都是在里面 现在也是 但是 刀小姐 他自己也说 很大损失 因为他后来退了学 嗯 不过这些娱乐圈的 风风雨雨 很难说 很难说 希望 这位刀小姐 如果你真是受过伤害的话 希望你就 好好地 好好地 继续过活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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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